假如有一天你的老公对你说 我想作为女人生活 还想去酒吧当陪酒女 你会怎么办呢 这两个一起逛街的姐妹花 其实是一对夫妻 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年了 两年前 丈夫猛志突然宣布出柜 说自己有个女人心 这样身为妻子的精子 一度无法接受 在过去几十年间 夫妻俩虽然没有孩子 但他们的生活明明跟普通人一样 美满又和谐 老公是gaming这种事 精子是想都没想过的 按理说 这种情况应该离婚 但猛志却提出 继续做夫妻的请求 这样深爱丈夫的精子 不断摇摆 和女装猛志生活一段时间后 精子的内心 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他们现在的相处方式 就跟姐妹一样 可出门的时候 总有人大量 穿超短裙的丈夫 顺便打量他身边的自己 这种感觉让人压力倍增 六十三岁的精子 是家庭主妇 平时要做的就是洗衣烹饪 每次晾晒丈夫的内衣时 他的内心总有些无奈 直到现在 他也叫不出丈夫的新名字 玫瑰 丈夫比精子小五岁 两人的父母是老相识 当初为了追求精子 猛志总借着学钢琴的理由 去精子家 这一来二去 两人就开始交往 一年后 他们结婚了 那之后的十年 大概是精子 最幸福的时光 夫妻俩虽然没什么钱 但总会想办法 去外面吃饭约会 孟志喜欢唱歌 喜欢搞猎物活动 这些爱好 原本也为生活 增添了不少浪漫 可谁也没想到 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下 一切悄然转变 九年前 49岁的孟志 无意间穿女装唱歌 结果大受好评 从那之后 他就开始一直女装唱歌 刚开始 精子觉得这就是个玩笑 还认为很有意思 但孟志却因此 觉醒了女人心 他跟妻子坦白那天 他说自己想通了 这一把年纪 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他愿意跟不接受他的人 做平行线 只是希望妻子能理解 也希望俩人继续做夫妻 当时备受震撼的精子 是准备离婚的 但多年的情分 让他一直无法下定决心 丈夫的转变迅速且自然 他把精子当成了最好的姐妹 出去购物 还会询问对方 裙子好不好看 这让精子更加迷茫苦涩 常年相处的丈夫 找到了自己的本心 那自己呢 难道就这么被抛弃了吗 精子和丈夫都是基督教徒 自丈夫出柜后 教堂就成了精子的精神港湾 夫妻俩曾约定 每周日都要一起去祷告 可刚开始 女装后的丈夫 让牧师们苦恼不已 直到精子帮忙求情 大家这才意识到 精子其实才是最难的那个 既然精子都能接受 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呢 通过这件事 精子终于发现 原来自己的态度 也影响着大家的态度 如果他都不支持丈夫 那还会有谁会理解他呢 从这之后 尽管内心依然煎熬 但精子再没考虑过离婚 这一天是丈夫的志愿者团体演出 孟智精心搭配了妆容和发型 还穿了妻子结婚时的和服 一直以来 他最希望的 就是妻子能认可自己 所以在很多女装活动时 猛之都邀请妻子参加 看着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丈夫 精子也终于释怀了 无论怎样 变成玫瑰的猛志 本质还是没有改变 玫瑰现在的工作是音乐讲师 也就是指导高龄老年人唱歌 原本的公司在她女装后 就把她辞退了 而现在这份工作的会长 看中了她的人品和经验 所以接受了她 能作为玫瑰工作 是猛志最开心的事 她的工作服 工作牌写的都是玫瑰 同时和客户也这么称呼她 因为整个公司基本都是女职员 所以玫瑰的融入并不显得突兀 她的热情开朗 很快就打破了隔阂 大家相处的跟姐妹一样 下班后 玫瑰还会去酒吧陪酒打工 她把自己当成20岁的小女孩 为了不给妻子增添负担 买化妆品和衣服的钱 都使自己兼职赚 在有客人的聊天中 玫瑰毫不避讳妻子的话题 她甚至会主动提起 说自己的恋爱对象是女性 说自己是在结婚后出柜 除了丈夫变成了女人心 夫妻俩的生活时间 其实没什么改变 精子依然会在丈夫下班时 准备一顿简单的便饭 两人也会坐在一起 温馨聊天 去年10月 蒙志访问里所小学 在她出会并作为女性生活后 有很多邀请她 演讲跨性别者的请求 精子一次也没去过 她一直在躲避 丈夫变成女性的心路历程 可这次 丈夫强烈拜托她来 在演讲中 蒙志真诚诉说了自己的内心 当时 她真正认识到自己性别不对 是因为不能接受自己素颜 可当她穿上女装后 别人异样的视线 又使她无比难看 她开始自我厌恶 直到后来 她鼓起勇气坦白 一些善意的支持 使她越来越坚强 而这其中 最让她感激的 就是精子的理解和包容 蒙志的演讲 无疑是打动人心的 结束后 许多观众主动上显拥抱 一些年轻人还表示 如果自己身边也有这种人 一定会和她做朋友 现在 精子早已坦然接受 自己的姐妹老公 她释怀地说 我的丈夫有一颗广阔的心 所以我也要 心胸宽宽才行呀 对于玫瑰来说 夫妻是志同道合 是羁绊 是世界上 众多人中的唯一之己 而对精子来说 夫妻就是能相互说出秘密后 还能接受理解的人 在她面前 你可以做自己 可以没秘密 所以她接受 她愿意 只盼余生 携手攻进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 更多不一样的 人生百态